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修 今天 我们大家在此地参加皇太夫人的告别式 我们感到的悲心交集 在这个地方聚会的同修 都是有非常殊胜的姻缘 尤其是在末法现前的时代 对于佛法的修学 确实是比任何时代都感觉到亚派切 这些需要 学佛 佛是什么 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诵经 为什么要念佛 我们看到世界许许多多地方的佛教徒 也都有这种形式的做法 实质上的意义 了解的人确实不多 佛法 佛法讲求的是信 解 行正 如果只有信 没有解 没有行正 这个信 这个信就是迷信 虽然好像也有修行 那个修行并不如法 换一句话说 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方法 我们学习的方向目标都有了偏差 这个是佛法衰微的因素 我们不能不知道 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 西方人讲的世界末日 我们看到 现前的社会状况 世道人心 使我们深深感受到 这个世界又在哪 有十五千烈的大灾难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众生 似乎已经是麻木不忍 真的灾难不到临头 它决定不会有 灾难到临头 不过那个时候来不及了 佛究竟教导我们是些什么 实际上 祝福菩萨 跟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的神仙 在中国我们看到 如道 在外国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 这些宗教的创始人 都是神仙 仔细去观察 去研究 他们教我们的东西 虽然在方式上不相同 原理原则没有两样 首先要肯定 人心本善 那么这是我们讲人道 儒家是讲人道 六道里他只讲一道 人心本善 佛法里面讲的圆满 不但舍法界 华言经上讲的义正壮业 这个正报呢 我们现在讲的有情众生 现在人家动物 动物是有情众生 正报 一报呢 是我们生活环境 树木花草 所有的植物矿物 自然现象包括虚空 虚空也是自然现象里面的一种 那叫无情 情与无情同与种质 佛法讲法性 在无情上叫法性 有情讲佛性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换一句话说 性是什么呢 性是真意性 是本性 真意性本性的特质 它的本质 是灵智 是灵智 这个楠言经 中国人都喜欢念的 佛在经上说 祝法所生 这个祝法就是把有情无情统统包括了 包括虚空 这些祝法 祝法所生 从哪来的呢 唯心所现 唯心所现 华言经上讲唯心所现唯事所变 这个心 灵智心 《楠言经》上呢 讲得清楚 《楠言经》讲四个字 《渐文哲智》 中风禅思在三世西念里面呢 讲灵智心 他把《渐文哲》用一个灵做代表 智啊 所以 一切动物 他会看 会听 他有哲有智 活的 一切植物 一切矿物 乃至虚空 他也会看 他也会听 他也有觉 也有知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科学家 研究生物科学 植物里面 灵性高的 高等生物 发现 他有这个现象 至于低级的呢 甚至于矿物呢 完全不知道 佛在经上说的这个我们也很难体会的 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 日本 江本波斯 江本生 做这个水借鉴的事业 发现 水 水是矿物 清氧化后 矿物 水 水 游渐温就离 感觉到非常惊讶 他能看 他能听 他懂得人的意思 善意对待他 他的反应非常美好 他 他通人性啊 然后再扩大事业 米饭 我们吃的米饭 他做实验 有 米饭也有借温就知 这个讯息传到台湾 听说台湾有很多小学校 老师带着学生做实验 拿什么实验 香蕉 拿三只香蕉 来做实验 一直善意对他 让每个小朋友天天都给他说好话 我很喜欢你 你长得很好 另外一个呢 反面 你很丑陋 我很讨厌你 我不喜欢你 第三个呢 根本不理他 结果两个星期之后 善意对待这个香蕉 没有腐烂 很正常 握意的呢 已经坏了一半 不理他就全坏了 他用实验这个豆芽植物 通通都有灵性 我觉得再进一步实验上 实验泥土 沙石 你看 他有反应 如何能够用科学方法实验虚空 虚空也有见闻觉知 佛给我们讲的 证明啊 你看三千年前 佛在经上讲的话 今天通过科学实验能证实 所以我们一定也想到 整个宇宙是活的 再告诉你一个真实话呢 整个宇宙是自己啊 我们这个身是小宇宙啊 外面是大宇宙啊 在发现里面讲呢 没有大小 昨天我跟注意报告的时候 最近这个 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了 有心的发现 我说了三种事情 第一个是 空间跟时间 在某一个状况之下等于零 所以空间时间是假的 空间没有了 远近就没有了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 阿弥陀佛就在我面前 空间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过去 未来 你现在通通都能看到 释迦牟尼佛 临山一会 依然未散 时间通 智者大师 在入定的时候 参加临山法华经大会 出了定之后告诉人 临山一会 现在未散 是正在讲法华经 所以 空间跟时间 不是真的 这个 杜古佛法明文论的人都知道 十分就是时间 这个方分就是空间 不相应形法 不相应形法 就不是事实 只是一个抽象错误的概念 不是事实真相 这是科学家现在用这个速学推论出来的时候 时空是可以等于零 第二个发现就是 油 这油从哪里来的 油从无中生 无中能生休 油还要归到五 空间 空间 现在我们觉得这个科学非常神奇 不可思议 令人 赞叹被制 一块小小的晶片 你们电话手机 那块小小的晶片 里面能够寒藏 像我们这个大藏经 整个大藏经可以浓缩在里面 大概现在技术还不行 一片还不能容纳 还有好几片 其实 其实 要跟四十真相比起来 科学技术差得太远太远了 佛给我们讲整个宇宙 浓缩 浓缩成一点 这一点多大呢 我们肉眼看不见 昨天我也跟诸位透过了 但这个概念很难很难体会 一根头发 一根头发 你拉起来 你看这个横断去 你把头发切断 切断的时候 这个头发的平面 头发的平面 平面的直径 不是整个平面 平面的直径 比如我们放大 头发又这么粗 这是头发切断的时候 这个头发平面 这直径 这一条线 直径 直径上排多少个威力呢 一百万亿亿亿 一百万后头有三个亿 排成一行 那每一点呢 把整个宇宙去浓缩在一点里头 这一点一扩大了 就是宇宙 法性没有大小啊 没有来去啊 没有生灭啊 佛经上常讲 发而如是 所以众生可怜迷惑 不知道整个宇宙啊 是自己啊 我们说一家人 一家人还太疏远了 整个宇宙是自己 谁知道 祝佛如来知道 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 为什么 八地菩萨以上 看到这个四十真相 你想看看整个宇宙能够浓缩成那么一点 我们科学家把一部大藏经浓缩这么一片 这算什么吧 这什么稀奇吧 整个宇宙浓缩成那么一点 藏在头发里头 头发里头有 真是不知道多少的数字 数不清啊 一条直线直径排列的 一百万亿亿亿 这讲四十真相 所以 了解四十真相的人 叫明白人 叫觉悟的人 不了解四十真相 迷惑人啊 迷人是六道凡夫啊 觉悟了的是佛菩萨 真正了解四十真相 那么人 一切万无 有没有生死呢 跟主说没有生死啊 皇太夫人是进入另外一个维持的空间的 哪里是生死的 佛里加持 她进入的空间越来越殊胜 越来越美好 那佛今天介绍给我们 最殊胜最美好的 是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在哪里呢 到那个地方去 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宇宙 所有一切的真相 通通搞清楚 通通搞明白了 这个才是大死 这个才是大死 其它是小死 我们学佛是为了这个 但是 许许多的人学佛功夫不得力 不得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长江 立有业障 烦恼障 所知障 这两大率的业障 我教初学的同学 现在有几个同学跟我学奖经 奖经要开悟 不开悟不能讲啊 你为什么不能开悟呢 你有障碍 这个障碍我讲过多次了 我说了十六个字 自私自利 明文利亚 无欲六成 贪嗔痴慢 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 只要你有一个 你就没法做 你学佛是学外表 真正的佛法 你一分都入不进去 这个事情 祝佛菩萨 神仙都帮不了忙啊 要你自己干了 你自己要把自私自利 明文利亚 无欲六成 贪嗔痴慢 放下了 彻底放下了 你只要放下 你得复得现弦 你的智慧现弦 为什么呢 智慧是圆满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你说 这佛讲的真话了 那一切众生 是包括有情跟无情的 所有都包括在里头啊 圆满的智慧 究竟圆满的智慧 宇宙之间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么大的智慧 这么大的能力 都被我们妄想分别执着 张开 所以不能先前 我们学佛学这个 不学别执 明文利亚 说老实话 我以前讲经讲过往 不要说人间什么过往 皇帝请我去干 我不干 天上大凡天王让位给我 摩西守龙天王请我去做 我也不干 干他干什么 要紧的是觉悟 摩西守龙天王也是凡夫 魅出六道轮回 这是六道里头地位最高的 全是最大的 三千大千世界之主 我们了解清楚 我们要求救 觉悟才真正解决问题 迷惑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一定的道理 要觉悟那你就得看破方向 我学佛我非常感激老师 头一天跟他见面 他就把这个传授表 看破方向 我们自己 接受老师教诲之后 要真感 要真正能落实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待人借物里的去 当初来有一个提供的 你得穿谱就是 我的体能力 我能够做 你肯定不感惹 我能够做 你不觉得 你不在意 你不严寝 你不把這個 你不是无法做 你不不在意 你不但意 你不在意 认为 恋慈悲心 慈悲意切 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无名大慈 同体大悲生不出来 真相明白之后才真正了解 真正解决问题 佛 要问说 佛到底教了我些什么 这个我也常说 常常碰到有人问我这些问题 佛教导我们三种事情 第一个是 教导我们人与人关系 人与人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亲密 第二个是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这讲地球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整个地球上足有一些物像 这里这个地球上的动物 植物 矿毛 自然现象 跟我们什么关系 你知道了 你会爱惜 会珍惜 你不知道了 你才会有意无意 你破坏地球生态环境 你破坏它 你就会遭来灾难 天灾 人祸 一般人讲自然灾害 实际上讲没有 没有什么自然灾害 人为的 水灾害 贪心招来的 你们读了眼睛就晓得 贪心感到的是水灾 成会 赶来的是火灾 愚痴 赶来的是风灾 不平 赶来的是地震 那都是人为的 一切发生 山河大地 它都有见闻觉知 我们给它的是什么能量 给它的是什么讯息 SARS 它也是属于义无群众生 它有生命 它的生命不长 我们一般人知道 它的生命大概只有十天 顶多二十天 它有生命 它也是法性病 它的性也是法性 也是佛性也是法性 你说它有毒 我们比它更毒 我们比它更毒 它是神经病 它是身体不太正常 这是它 这是正常现象 可是我们不想对待它 我们要杀它 我们要消灭它 这个心很狠毒 好了 你用杀它 要消灭它 这个念头 对待它 它马上就起了反应 它就会变得更多 我们在报纸上登的时候 这个SARS到现在变种已经变了十几次 越变越多 什么原因呢 我们的毒不断加给它 它就会变得更多 错误啊 所以这个中医跟西医也不一样 现在中医我不知道 古老的中医啊 没有一个医生家里不供观念菩萨的 都拜观世音菩萨 那有些这个医生的时候 拜钥匙如来 慈悲性啊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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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医学的术语 对待这个病毒 解毒 解化解 消毒 消消灭它 那个心不一样啊 我们要化解 也不就是我消灭 好 你消灭它 它消灭你 这不是麻烦大了吗 其实彼此双方都受苦 所以我常说啊 人心地清静 不会感染病毒 清静心不会感染 慈悲心能够化解 再毒的这个病菌的时候 慈悲心能化解 如果说我们今天得了这个是西医甲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治治疗的了 这个癌症 如果你能够真正伸出慈悲心 清静心 清静心 你那个癌细胞都会化解 不要用药物啊 药物不是好东西啊 药物是什么 药物是跟它两个对抗的 是打仗的 那个仗越打越惨 越凄惨 彼此双方都不好 彼此双方都不好 我们自己明了 宇宙 这个深化的这种事实真相 我们自己本身有能力啊 这边的同学前年送我一本书 《旷野的声音》台湾出版的 我看了印象最深刻的 是澳洲土著的治疗 他治疗他没有药物啊 那个美国医生跟着他们一起生活 一百多年观察他们治疗 他本身是个医生 感觉到是那简直是神奇 神奇 无法想象的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 从悬崖上掉下去了 掉到二十六公尺 幸好下出一棵树 拦住啊 没有掉到固体 骨头摔断 固执 伤势非常严重 这土著下去把这个人救起来 把他放在地上 躺在地上 给他治疗 有什么治呢 好像是按摩 按摩手啊 没有放在他身上 手立他的手背有一段距离 来回这样子按摩 这个美国医生问他 你这是干什么 土著告诉他 他这一部分的细胞啊 掉下去之后 受到惊吓了 他吓坏了 所以呢 他就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就不正常了 我们现在是安慰他 安慰他 跟他沟通 叫他不要害怕 赶快恢复 我们正常的工作 你在哪个岗位 你就恢复到哪个岗位去 他这一生就莫名其妙了 那么他 他说他唱歌给他听 实际上那都是安慰的话 他这样坐了三四个小时 然后骨头果然就进去了 就恢复了 然后他把伤口 就用把它黏起来 他也没有手术 也没有药物 也不懂得消毒 什么都不懂 他就把它黏起来之后 到第二天呢 这个人呢 就一起去活动了 全部都好了 简直是神奇 神奇啊 不可思议啊 这是什么 他知道 每一个细胞都是活的 都有见闻求知 都好好地跟他商量啊 安慰他了 鼓励他了 恢复正常工作啊 在我们佛法讲的时候 这个道理讲得通啊 我们学佛的人 说实在吧 不信佛 不相信佛的话 不如那些土著啊 土著能够相信他们祖先的话 祖先叫他这样做 这个千万年来 他还是照着老祖宗的方法去做 他很有效啊 那这是什么 这是宇宙人生真相 这是本能 自信里头 本来居足的薄弱 得能 这是属于得能 像样样居足啊 为什么不相信 为什么相信自己的胡思乱想 为什么相信自己的胡思乱想 所以我看到外国许多宗教的语言 都讲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之前 有预兆 什么预兆呢 他们宗教里面讲的 反基督 我听了这句话说 我感想很深 反基督 广义的来讲 就是反 圣贤的教会 圣贤祖宗的话都不听了 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说句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次亏可就吃大了 这次亏是世界末日 这吃大亏了 为什么吃大亏呢 几乎全部人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老祖宗的话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学究 学佛就是接受佛陀圣贤的教诲 我们知道人与人是什么关系 知道人与天地万物是什么关系 第三个 人要知道与一切天地归于神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不同唯次的空间 我们跟祝佛的关系 跟菩萨的关系 跟神文研究的关系 跟祝天的关系 跟魔鬼地狱 甚至讲妖魔鬼怪 我们跟他什么关系 搞清楚啊 搞清楚就好相处了 同样的爱心 爱护一切众生 关怀一切众生 这个一切众生 包括所有一切万物啊 关怀他 关怀他了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这里面最重要的 帮助他求 帮助他了解 诸法设想 波罗金上这句话说得很好啊 了解诸法设想 然后真正体会到 真正肯定 宇宙是自己 唯心所信 谁的心 自己的心 唯事所变 谁的事 自己的事 这个修学大成佛法的人 虽然天天在研究 天天在讲 他还是体会不到 怎么知道他体会不到呢 因为他心量不易 不是这样 不相应 言行不相应 所以我知道 他虽然会说 意思是不懂 你仔细观察 他还是自私自己 他还是关怀自己 不知道关怀别人 尤其是关怀 冤情在主啊 佛法里面 没有对立的 没有冤家对头 你们看看佛经里面 称菩萨为人真 什么是人真 你们想想中国人 人这个字是灰意 人是二人 想到自己 同时要想到别人 这个是人 想到自己 不知道想别人 这个人就不忍了 现在这个社会 不忍不义 不忠不孝 老祖宗 圣贤人 叫我们 孝亲孙子 中国霸德 孝体忠性 离义廉耻 统统没有了 这个就叫 这就叫凡宗教 我们修佛的人 凡佛菩萨 基督教的凡基督 伊斯兰的凡真主 那祸害就来了 这个祸害是不是 上帝真的发脾气啊 那不是 上帝要发脾气 他就不是上帝了 佛菩萨要 要报复你 要消灭你 那就不是佛菩萨了 使你自己不善的心形 照得来发现不善的反应 是这个道理 就像那个一杯水一样 我们以卧的念头对它 你在行为镜上 看它那个捷径 非常难看 他不是有心的 祝佛菩萨 心地清净平等 决定没有一个妄念 所以 是我们自己 不善心形所感到 自作自受 因为是自作自受 所以佛菩萨再大的慈悲 也没有办法帮助你 你自己知道做的 佛菩萨帮助我们 我们要懂的 我们要跟佛菩萨合作 他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顺着他的意思做 顺佛菩萨的教诲 是顺法性也信的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随身发性的 随身发性的 你所感到的 这个宇宙都是美满的 都是吉祥的 都是纯净纯善的 祝佛菩萨 心地纯净纯善 感到的是 化妆世界 极乐世界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心如果能够做到 纯净纯善 我们的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化妆世界 我们的极乐化妆 跟他的极乐化妆 融合成一体 不能分割 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佛教什么 佛教我们这些 怎样把对立消除 化妆为友 化妆为亲 永远不给一切众生的对立 这个是佛法 所以要懂得化解 既然捨了佛 无论是 你实现的是在家还是出家 要常常存着一个爱心 爱世人 爱一切万物 那怎么个爱华呢 要关怀他 要关怀他 要帮助他 怎样关怀 怎样帮助呢 佛菩萨为我们做出的榜样 我们一看就明白了 做私做饭 学为人思 行为师范 那么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晓得 没有人讲忠孝结义 没有人啊 真是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我们要把忠孝结义 从自己本身做出样子来 给大家看 这就是做私 这做饭 饭是母饭 私是表率 做社会大众的表率 做好样子给人看 不要做坏样子 现在这个社会 忘恩负义 你对他 一千张好 对他一次不好 他一千张好都忘得干干净净 那一张不好的时候 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 这还得了吗 那我们要做个样子 人家对我们一桩好事情 念念不忘 对我们怎么不好 忘得干干净净 不但口里不提 心里头不落痕迹 为什么呢 养成了 纯善 纯净的心 我们的心 像一个容器 像个杯子 为什么把别人的啰嗦 撞在里面 把别人所有的不善放在自己心里 自己心里头 是别人 啰嗦堆呀 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聪明人 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不善 我统统都丢掉 我绝不装在我心里 我心里装一切众生 最近点 最善点 这就是佛菩萨了 所有一切的不善东西 不要看 不要听 人家来告诉你 告诉一句 我就知道了 不善 下面不要讲 我不想听了 就把他种植住 就把他种植住 你的心是啰嗦桶 我可不愿意当啰嗦桶 这个 这叫修闲 修闲 修正自己错误的心形 而实际上 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 你只要用善心 我会把他变成善了 我们要学 你们都经干净 你们看到 人入仙人 被隔离王隔接身体 那个故事很长啊 经干净他提了一下 故事的原文 被隔离王隔接身体 人入仙人 他有智慧 用智慧 把那个不善的事情 转变成最善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学会 被隔离王隔接身体 受那么大的侮辱 受那么大的伤害 他没有一丝毫 诚慧的念头 成就他忍辱波罗密 隔离王成就忍辱先忍 忍辱波罗密 他忍辱毕业了 修门了 他没有一点报复的念头 成就他持戒波罗密 他还发了个心 将来我要称佛 我头一个度你 成就了不失波罗密 你看看 不善的事情 在他那智慧一转的 统统都是善了 我们为什么不学呢 我们为什么要怀恨在心呢 为什么常常去报复呢 大错 所以我常常讲啊 我们说佛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成见 放弃自己妄想分别职责 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会 随顺经典的教会 那你就不会错了 你会生活的很快乐 会生活的很美满 这个叫学佛啊 你真正一学到了 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是凡夫 无量借来 给一切众生 有意无意 借下的愿结 一定很多 我们在菩提道上 这些冤情战主也会碰到啊 碰到之后 你要用智慧去化解 不能用情绪对待 用情绪对待 那个麻烦大了 那就渊渊相迫 没完没了了 我们用智慧对待 这个问题全都化解了 真正化解之后 你才从内心里头 把这个信德写出出来 信德是什么呢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见了我就告诉我 黄太太怎样怎样 我说你不要说了 她在此地 不要讲了 你只说一句话 下头不是不是 我说我不听 那黄太太对我们有恩 有什么恩呢 把我们送到南洋 送到澳洲 都是她送去的 她 她要不用这些手段 我们永远不会离开美国 永远不会离开台湾 那么美国台湾这些灾难里 我们都没了 所以不要以为的时候 哦 那是个不善 你细细想一想的时候 它是善 所以你要看后面的后果 我们永远是感恩的心 在对待她 为什么呢 我们毕竟是凡夫 凡夫有情之战 我到新加坡 黎木原教师 我听他讲过好几次 师父是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就是说有义气 为了道义的时候 你说我怎么能离开台湾 怎么能够离开美国 那他用这种方法 逼着我不能不离开 在佛法讲了 你真上人 我没遭受一次挫折 境界提升一次 不但境界提升 所有一切环境都提升 佛报也提升 那么他们所做所为 不但我感谢 一切众生都感谢 二 我们到澳洲这个环境 才能够接触到联合国 现在做世界和平工作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的信仰要逃开 我们思想齐心动力 要想到整个世界 不能想到一个局部 我这个局部台湾好 全世界都不好 台湾一样会卷入这个漩涡 会毁灭掉 现在这个时代 交通发达 昨天有几个同学在此地 谈到澳洲到此地 到台湾 直飞的飞机八个小时 我说 这个距离不远 凌过四十年 从台北到高雄 特快车八个小时 你们都知道 澳洲多元呢 台北到高雄 特快车 普通车的时候 12个小时是正常的 要5点的时候14个小时 所以现在整个地球 要变成什么 一个台湾了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 资讯发达 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立刻就知道 地球小了 人家说地球村了 村太大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渡泽区 每一个国家是我们的邻居啊 警灵啊 要顿清目灵啊 不要把邻居关系搞坏啊 要懂得这个道 齐心动念 要为整个地球来着想 整个地球 这个 人民的复职来着想 为整个地球上 所有一切众生 共存共荣来着想 这就对了 心量要脱开 那佛的心量太大了 心抱太虚 亮珠沙戒 佛齐心动念不想这一个地球啊 想整个宇宙啊 想整个宇宙啊 我们要想到整个地球的时候 这个跟佛比星量太小了 并发界虚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在澳洲 我们的同学们都非常努力 都懂得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希望能够把华言间 推到大学 再能够推到联合国 推展到全世界 为什么呢 华言的思想 非常适合于现代多元文化 适合于现代人的思想 工作这么好 跟这个人际关系 不仅是人际关系 包括对自然环境关系的处理 这是我们要认真努力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佛 佛在经典上 教我们些什么东西都在这 真正使我们生活的幸福美满 永恒啊 我常常跟诸位说的 你真正懂得佛法 真正把佛法落实在自己身体上 你这一生呢 你不会老啊 你不会生病啊 你不会死啊 我讲的都是实话 别人看到我 我实在讲说 我从26岁开始接触佛法 点点滴滴 渐净啊 52年了 52年也老了 不过老得没有一般人那么快就是 如果我在26岁所懂得的 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永远26岁啊 怎么会老呢 这佛法无比的殊胜 希望大家能珍惜 好好的学习 如果要契入佛的境界 我讲的这16个字 这是叫破 不过头一观 根本观 不可以有自私自利 不可以有明文理 不可以贪图五欲六成的享受 不可以有贪神之满 你能把这个东西放下 这个大乘佛法一帆风顺呢 我们相信说 过过都会有成就 有开悟的一天 有正果的一天 好 哇 可以是 年轻人 有一个人 你能想像我 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不是个人 有一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